渤海湾某机场飞行学员在地勤官兵的指引下 依次完成读卡检查 接收飞机 登机开车等起飞前各项准备工作 数架舰载直升机依次划出升空奔赴目标海域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太湖舰已经准备就绪 等待着战机的到来 在着剑过程中 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和夜间能见度低等因素 为学员们的操作带来不小的影响 他们根据着剑指挥员的指令和仪表参数 及时修正飞行姿态 将直升机匹配到指定的下滑曲线上完成降落 夜间着剑最大的特点就是光线光暗 能经天空与海面 我们只能依靠机载设备来保持状态 降临航线 由于光线案特别容易产生错觉 因此我们必须集中全部精力 密切行动配合 完成此次训练任务 意味着飞行学员们距离一名合格战斗员更进了一步 近年来为了缩短人才培训周期 海军航空大学不断加大实战化教学训练比重 制定出一套陆机舰机训练紧密结合 基础战术科目并行推进的人才培养体系 进一步强化学员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战斗素养 短短一年时间内 飞行学员就完成从机型改装到昼间着剑 再到夜间着剑的跨越式转变 打通了由院校改装到部队实训的最后一公里 探索形成一条自主培养人才的完整链路 从此次周园间着剑自治人看 这批学员已经完全具备的完成 周园间着剑的综合能力 在提升团队教学能力的同时 为学员适应未来战场环境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